我读一句毛主席的语录 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它没有丝毫的奴言和媚骨 这是殖民地伴殖民地人民 最可宝贵的性格 这个就是我喜欢鲁迅的原因 鲁迅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奴隶 一个叫奴才 一个活人 当然是想活下去的 那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 但还打熬着要活下去 自己明知道是奴隶 打熬着 但是不平着 挣扎着 一面意图挣脱或者实行挣脱 即使暂时失败 还是套上了铁铐吧 但不过是单单的奴隶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赞叹 抚摸 陶醉 那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怎么一个人可以从奴隶 变成奴才 我总结一下 奴才呢 是奴隶当中的人才 奴隶呢 是一种状态 奴才呢 是一种心态 在北京做节目 还有个朋友概括的更好 奴才 就是奴隶当中的VIP 记住了 因为他需要具备 第一个条件 奴隶是吃苦的 奴才是觉得快乐的 第二个条件 就是他刚才说的 奴隶是只被人家欺负的 奴才是被人家欺负 但他也欺负别人 第三 不仅自己做奴才 而且幻想着要自己有奴才 换句话说 自己有奴才 自己不也是主人了吗 我这边做奴才 我那边还可以做到主人 关于RQ正传 最简单的答案 我的课堂上都有讨论 一种的说法是中国的国民性 一种的说法是一种普遍人性 还有一种说法是鲁迅自己的说法 是因为中国的阶级性 是阶级的固化造成的 哪一种解释都可以 我推荐阿诚的一个解释 阿诚有篇文章 他说 改造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他说改造国民性 等于要改造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 鲁迅认为读书人的想法 可以改造中国的世俗 这个当然他有点余地 他说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是个悲剧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